嘿,大家好,我是于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于墨讲新闻 我记得在黄明志出了那首为台湾金门县写的歌曲《墙外》 我做了一期视频 当时我就预测黄明志以后 不久还会时不时出很多类似所谓的辱华的歌 不出所料,还没过一个月吧 黄明志真的又出了一首新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揪你出去玩》 这回玩的更明显 简直不要不要的赤裸裸的辱 这歌曲刚上线就一天 点击量就已经超过90万 这首歌的MV的标题上就写着 病毒被中国消灭了 一个疑问句 然后这MV以新闻播报开头 台湾的一个网红主播用视网膜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最近中国又发明了一种最新的超级病毒 用来杀死COVID-19 在医院中的民众 包括医护人员听闻后 都开心的去庆祝疫情终于结束了 场面十分热闹 但在MV的最后呢发现这只是一场误会 聚在一起庆祝的人呢 连忙戴上口罩离开了现场 这首歌的歌词呢 牵扯了不少的地区和敏感词 包括武汉啊 零号啊 实名啊 WTA啊 WTO啊 还有这个谭书记啊 就是谭德赛呗 黄明志在这首歌的简介里呢 就他也挺会说 他说来听我和谢和弦合作的热血新歌 不要太敏感啊 歌词里面写到的国家都是一开始爆发的重灾区 没有特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这些重灾区可以重整西谷 将来我们还要就地重游 这是全人类的梦想 这首歌MV呢 全程都是一镜到底啊 相当耗时耗力 黄明志在社交媒体上说啊 他还要拿这支MV去报名国际奖项 因为真的太难拍了 黄明志说啊 创作这首歌呢 是希望透过歌曲向医护人员和抗疫前线人员致敬 我倒没看出来这首歌是向医护人员致敬哈 他还说这个就出 就你出来玩的这个精神呢 是在表达 突然间呢 疫情真的结束了 突然间某个国家发明了 某一种病毒 以毒攻毒 把这个COVID-19呢 给消灭掉了 他这话其实就是暗指这中国可以制造病毒嘛 对吧 然后他就夸一下跟他合作的台湾歌手谢和璇 赞他在用这个灵魂在唱歌 说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反正大概就这些吧 都是一些客套话 黄明志呢 这个本人呢还是挺会说话的 我记得曾经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记者就问他那首玻璃心是不是辱华了 他说他就这样回他说 他也是马来西亚华人 我怎么能辱自己呢 然后呢 记者就继续问说 你是不是已经被这个中国给封禁了 然后黄明志回答的也很巧妙 他说他不觉得自己被封了 也没有人通知过他 他觉得被封的是喜欢听他作品的粉丝 这确实他确实挺会说话的 因为雨末之前呢 做过他的一期视频里 说过我的观点 我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同样的观点 就是做音乐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 我说过这个黄明志很明显呢 已经掌握了这个财富密码 把辱华玩得特别溜是吗 而且呢 以后呢 他肯定还会时不时出类似的歌曲 很显然呢 现在听他的歌呢 大部分都是冲着他的歌词去的 而且他的歌词呢 又特别特别的简单 易懂还特别明显 这就是那种不加演示的讽刺呗 对吧 像这首歌吧 我想大家听也是奔着他的MV过去听的 对吧 刚才已经讲过的MV标题 就是病毒已经被中国消灭了 这太明显了 对吧 我觉得如果一首好的作品呢 歌词也应该至少隐含的讽刺吧 至少听的人要知道一些相关的背景 相关的故事 才能真正明白这个歌词想表达的意思 对吧 但是黄明志的歌词呢 那一看就是特明白 就是一看就明白 对吧 反正宇墨上次说黄明志的视频呢 被很多的网友给骂了 其实也无所谓 我只是想表达 我觉得黄明志还挺有才的 我挺佩服他的 他的很多歌呢 我也挺喜欢听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创作歌曲呢 能多注重音乐本身 不要只是为了流量呢 然后作品的关注点呢 就已经不在音乐上了 对吧 就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也没有别的意思 希望就黄明志能多出一些更优秀的作品吧 然后 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更欣赏听他那些 更专注在他的音乐本身上吧 对吧 好了 这个语墨讲新闻 记得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